天猫精灵 嗨 我是天猫精灵 我在 干 干啥 你说 天 天猫精灵 你可以对我说 天猫精灵 在 在 在 好的 你的问题很有趣 播放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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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听不懂你的问题呀 这样调戏本精灵真的好吗 哈喽 大家好 在一首十分特别的歌声当中 我们开始了新一期的智慧生活栏目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给你几万块 让你去置办一套设备 实现心目当中那种智慧生活方式的理想 估计按照现在市场环境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了 但如果你只有100块钱呢 那我应该会选择买一款智能音响 没错 我说的就是这块 方唐 天猫精灵 方唐是 阿里 AI Lab 出品的第三款智能音响产品了 那么前有售价499的这个天猫精灵 X1 以及这个售价299元的天猫精灵曲奇 那么如今呢 阿里再次在价格上又砍了一刀 天猫精灵的这个方唐呢 是100元价位的这个智能音响的身份 去杀进了一片红海的市场里面 那么售价呢 变低了 往往给人在品质上也会打折扣的这样的先行的印象 那么这款产品到底表现如何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的核心使命 就向大家解答这个答案 那么首先呢 从这个外观设计上来看的话呢 相比之前的X1天猫精灵方唐这一次的尺寸呢 明显是更加迷你了 更加袖真 那么设计语言呢 也更加的圆润和简洁 仅在顶部呢 设置了三个音量按键来去操作相关的功能 那么这种长方形的造型呢 和市面上大多数 以原型为主要设计语言的智能音箱相比起来 还是有这比较明显的外观上的设计的区别 那么占地呢 差不多是一个手机大小的这么一个面积吧 那么重量上呢 也十分的轻巧 那么移动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颜色方面的话呢 有白色红色两种选择 特别是红色搭配上天猫的标志性的这个套壳 明显是多了几分活泼的气质 而且在硬件的配置上呢 采用的是跟X1一样的多媒体芯片 那么在这点上可没有这个打折啊 所以说还是用料比较用心的 那么从实际体验来看的话呢 三米近的这个距离去唤醒它 成功率也是比较高 那么语音识别呢 也比较准确 配合小小的这个体型 还是能够满足卧室这样小空间的使用需求的 那么在功能方面的话呢 它搭载了这个Ali Genie语音助手的这个方唐 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于这个X1 在体验了之后呢 发现还有两点额外的惊喜 第一个呢 就是首先背靠强大的这个Ali的生态 音乐播放 购物 声温识别 资讯 家电的联动以及智能音响这些必不可少的聊天调戏的功能呢 肯定都是存在的 并且在方唐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那么语音交互也比较的流畅 这说明在大量的数据的反补之下 天猫精灵的家族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也是逐渐的日趋成熟 天猫精灵 哎 我在 我要买牛奶 为您推荐猛牛特伦苏牛奶 250毫升16盒 月销12万笔 价格是68.9元 天猫精灵 啊嘞 放手歌听听 送你一首好听的歌 兰尔·贝尔瑞的 Cereal Killer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Find my one true love to me 那么说到音乐的话呢 虽然说100块上下音箱啊 会给人留下这种 音质上不是很靠谱的感觉 事实上天猫精灵的这个方唐呢 是首款获得了DTS国际标准认证的指能音箱 那么在实际播放的效果上 方唐的音质确实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听歌的需求的 虽然说在高频和低频上没有太多经验的地方 但是在中频的人生上面 出声还是相当的通透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那么至于这个方唐呢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的第二个方面 得从此前不久的这个CES Asia上面去说起 在这个CES Asia上面呢 阿里巴巴宣布成立了一个天猫精灵AI联盟 OK 希望跟这个合作商呢 去共同开发基于语音交互的这种家庭的智联网设备 那么并且推出了售价一美元的 全球首款的商用的蓝牙Mesh通信模组 那么可别看小看这只有一美刀的这个小东西是吧 它是这个阿里能否实现AI联盟这个远大愿景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小东西呢能够理解起来的话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把名字去拆开 就是蓝牙芯片上面加了一个Mesh 这个互联互通的协议 那么蓝牙技术呢 我们每个人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迭代和普及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了非常广的应用 那么优点呢也很明显 低功耗 免密码 连接方便等等 而这个Mesh则是在无线网络中的一个新概念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一个网状的网络 那么里面的每一个节点呢 可以相互之间的去连接 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状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原来我们手机连设备的时候 可以看成是手机作为中心 去辐射出很多条线 每条线的末端呢去连着另外一个设备 你比如说智能手环啊 智能体重秤啊等等等等 他们必须要通过手机这个计算中心来进行交流 而蓝牙Mesh这个网络呢 更像是一个蜘蛛网 那么这个网上呢它是四通八达的 没有一个中心化的网络 上面的每一个节点都跟其他的节点之间 可以去互通互联 你的这个手环体重秤 以及家里的各种智能电器的设备 都可以自由的跟其他设备通过蓝牙 进行信息的交换 不再这个需要通过手机这样的一个中转站 可以说是结合了蓝牙技术和Mesh网络 两者的最大的优点 那么智能家居的最大痛点 可以说是在物联网的这个互联互通上了 那么无论是通过蓝牙还是WiFi去连接 都需要经过一个相对复杂的配对的过程 那么过分依赖中心网络的设备的连接方式 也经常会面临一个断网毁所有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但是有了蓝牙Mesh的这种加持的话 现在我们连接设备只需要这样 天猫精灵 阿雷 找队友 好的 正在为您连接设备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一个口令 这个方唐就会自动搜索附近的队友 并且自动通过蓝牙Mesh的方式去跟这些智能灯泡等等这些产品进行连接 不需要做更多的配对工作了 而且只要喊一句话 就能够同时控制多个开关非常的方便 那么在改造智能家居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能够提升逼格的地方 所以照明设备这种相对稳定而且密集的产品 也是目前蓝牙Mesh最大的落地的领域可以轻松的去实现全屋的智能照明 所以说如果阿里未来能够成功的推广它的蓝牙Mesh的标准和模组的话 去适配更多的品类的家电 那么通过一个设备就可以掌控全场 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而这个方唐作为首款支持蓝牙Mesh协议标准的智能音箱 可以说是阿里为了实现这个天猫精灵AI联盟所派出的一个先锋队员 在这个智联网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期的话 阿里率先推出了这个兼具蓝牙Mesh互联互通的协议这个标准和语音交互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为其他观望的厂商先做一个示范 毕竟巨头是有很强的这种带动效应的 那小淘喜的这个外形满足日常使用的功能和体验 立足于这个智能互联网的这个高拓展性 加上友好的价格 天猫精灵方唐对于那些非核心 但是对智能生活却非常好奇的这种观望群体 是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一个产品 那么对于这个阿里来说的话 先是通过X1和这个曲奇两款产品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验证了市场的早期阶段 用这个价格友好的产品来去吸引大批非核心的用户 这个策略是非常可行的 在特斯拉等等这些科技公司上都已经验证过了 那么尝到了甜头的阿里 这次再降低门槛也体现出他们进一步阵连市场 打造这个智联网生态的一个决心 毕竟只是只有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以及智能音响的认知度在市场上和用户当中不断的去增加 那么各类智能家居的产品 才能够以比较自然的姿态入场 反过来去为巨头们希望打造的这种智联网的生态 去真正的赋能和增值 那么因此我们也认为说 搭载了这个蓝牙迈士的天猫精灵的方唐 与其说是一款入门级的智能音箱 更不如说是整个阿里AI Lab 对于智联网入口做的一个雏形性的一个实验 那么未来的这个智联网到底会如何的发展 怎样去切实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还有很多的这个未知数 让我们共同的拭目以待 OK 好了 那么本期的节目呢 智慧生活我们就先到这了 更多的科技生活相关的视频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ZERO.com 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ZERO中国 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还有我的个人微博 OK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